握勾 握勾 握勾主要是配合心部 主要是心部最常出現 所以它這個地方的幅度要非常的大 幅度不大 待會點這一點的時候就會覺得卡住了 因為大多數小朋友都會拿寫直的 握勾前面順風入筆 沒有起筆動作 沒有橫切起筆 順風入筆到這裡以後 方向劇烈轉換 往內施力 那這個地方轉換的時候其實有點困難 主要是筆尖的方向 當你順風入筆的時候 這裡保持弧度 筆尖應該在前面 然後到後面要勾上去的時候 筆肚子應該在後面 然後再推進去 再推進去 那這個力量必須要做到比較精巧 那如果你不過精巧 一用力 然後就拿起來就變成這樣子了 所以這個力量不能按下去以後 突然輕輕的提起來 這樣是不行的 這樣絕對勾不起來 你必須把力量 在轉化的時候 順勢比如現在的過程中間 力量往上推 整個推上去 而且往內推 因為待會會點這個點 所以你必須往內推 但是夾角也不能太小 太小 這點會擠不進去 好 那你在斜的時候 絕對不可以寫直線 然後再勾起來 因為這樣這一點會點不進去 因為心嘛 這裡會有點 這裡會覺得卡卡的 所以這裡一定要保持這個弧度 那還有一個地方要注意 當你在勾的時候 絕對不是在最低的點勾 什麼叫最低點 如果這樣是最低點 這樣勾起來就錯了 它必須在稍微微翹 稍微微翹上去的時候 再勾 這個地方是微翹 再勾 你不要想要寫到最低點 才想要勾上去 這樣是勾不起來的 因為它少了一個緩衝 緩衝 就是我們寫心的時候 到這裡會有一個緩衝 稍微抬上去一點 然後勾上去 這個地方稍微抬上去才勾 而不是寫到最低 想要硬上去 那勾不上去了 好 這是寫握勾的一個小小的技巧 握勾 握勾 順風入筆 保持一個微微的彈性 稍微往上抬以後 這個筆扭轉往上跳 這裡沒有粗細要自己加 從細慢慢慢慢變到粗 然後略往上抬以後 整個筆風往上跳上去 讓筆毛的彈性可以整個送上去 注意一下相對位置 它是一個弧度往上抬起來 到這裡整個推上去 好,那心的話 我們就要照筆順來寫了 筆順是先,這是左點 順風入筆 停著 收筆回來 然後 要寫握勾 那這裡以後 再整個挑上去 挑上去 目的是為了要點這一點 然後挑起來 然後再點最後這一點 拿下來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間隔 間隔 間隔 其實是紙的 待會寫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好,我們看這個心 從順風入筆 細到粗 收筆起來 回來 順便寫這個握勾 到最重的地方 往內推 往內推 是為了點這個點 挑起來 再點 拉下來 好,那我們現在要自己寫了 好,注意一下它相對位置 順風入筆 左點 往上推 然後點 挑起來 這個右邊的點 最高 然後注意這個間隔 間隔 好,我們看B 那B的話 筆順是先寫上面這一個 撇 這裡寫得很短 那就算 有人會寫得很長 這裡寫得比較短 跳上去 跳上去 是為了對這一個筆畫 過來是為了對這個筆畫 這個筆畫 跳上去是為了點這個筆畫 然後這個帶下來 準備寫下一個字 所以它的脈絡非常的清楚喔 再看一次 先起筆 寫一個撇 然後握勾 拉出來以後 往上挑 然後這個 它其實是個點 但是因為它這個動作做很大 就變成一個撇 這裡是個點 但是因為動作很大 有時候像一個勾 然後再點 這些都有呼應 這個整個動作 再看一次 相對位置 從這裡撇 然後握勾 然後這個是個點 但是因為它帶過來 所以變成一個撇 這是一個挑 一個點就變一個挑 拉動到右邊來 再滑下來 準備寫下一個字 好 比 好 我們講墨 那現在我們幸運 都有墨汁 到了就可以寫 我古代沒那麼幸運 所以它就要磨墨 那磨墨是比較好 可是大家都沒什麼時間 所以其實找不到書童 就找一台磨墨機 它會幫你把墨磨好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 花可行就好了 不用再去找書童 這樣很累 那麼多書童 古代才有書童 那我們來看 如果磨墨要注意什麼呢 古代人在磨墨的時候 很多人說那很無聊 本來就有點無聊 那可能加點水 其實水一開始不用太多啦 太多磨不完啦 你也有那個時間可以把它寫完 所以不用磨那麼多 先倒一些水慢慢再加 那磨的時候 然後古代講究說要輕而慢 就像一個沒什麼力氣這樣磨 輕而慢 磨 研磨如病夫啦 研磨就是磨墨 就好像一個生病的老頭 慢慢磨 要有力氣 保持平正 不要傾斜 不要貪快 不要咻咻咻咻咻咻咻 其實沒差啦 我個人覺得是沒差那麼多啦 但是磨墨確實比磨之日來的層次豐富 如果你要寫字就要磨磨 那剛才提到你可以磨墨機 那你可以磨 那如果這時候磨的 覺得無聊要怎麼辦呢 古代磨磨沒那麼無聊啦 有書童磨就磨 沒書童怎麼辦自己磨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磨鐵 邊磨邊磨鐵 待會要寫這個字 這個字 這個筆畫要長 這個地方角度要對 要銳利 所以沒有再浪費時間 你看他磨墨 看著磨牌一隻磨一隻磨一隻磨 一隻磨一隻磨 哪有這麼無聊 那磨墨其實是修養 一個和好的修養 因為現代人都沒什麼耐心的啦 那那磨墨就 這樣慢慢磨 他可能都快抓狂了 所以磨墨其實可以修養心性啦 你假如他視同像泡茶 有人喜歡外面買一瓶 就直接喝到肚子 有人喜歡慢慢泡 那是一種心境 同樣在磨墨中也是一種心境 所以不要急 那剛剛有提到說 磨的差不多濃度了 再加一點 那這樣子 差不多就可以血了 不要一次倒好多水進去啊 倒好多水 萬一磨不完怎麼辦 當你磨 磨不黑也不能血啊 全部磨黑 那麼多水也磨不黑 所以要記得慢慢加 培養心性 這時候拿一本字典到旁邊看 享受磨墨的樂趣 所以古代人就講說 血字啊 不是人 不是人在磨這個磨 是這個磨啊 磨死人 為什麼 因為磨完又是換人寫 寫了一輩子也寫不好 然後寫不好又繼續磨墨 其實不是我們在磨墨之啊 是墨之在折磨人啊 所以他們講 非人磨墨 而是磨磨人 大概這個意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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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